什么 何宇跟刘仙宁官宣了 他不是大美女卢洋洋的男朋友吗 都闪开闪开 何宇是审阅的cp 有一说一 你们说的都对 这男人不只是太会了 而且是会得太醉了 会到有些网速慢的网友们都掉队了 现在就来给大家捋一捋吧 首先 何宇跟大美女卢洋洋是一对货真价实的真情侣 他们的美人是著名的校园剧天花板导演《猫的树》 何宇跟卢洋洋的爱情起源就是源于《猫的树》导演的作品 《见面吧!就现在》 2021年拍摄《一期生情》 2022年播出《小情侣热恋期》 本来就是恋爱小甜剧 再加上真情侣和导演《猫的树》的双加曲 轻轻松松让这部剧成了爆款 何宇跟卢洋洋一些西外的自然互动 收获了许多CP粉 整个剧组合体直播的时候 《甜蜜区》就自动地分为何宇跟卢洋洋 有一次 卢洋洋自己爆料 说女儿好富田进一组的第二天 她就有点感受到吃醋 然后当野猫叔就十分自觉地 赶紧让何宇过来安抚洋洋的情绪 所有人都默契地按头磕 真的好有爱呀 除了直播间 还有记者拍摄到两人的甜蜜约会 只不过两人都很机智 把林更新拉过来当掩护 进行了一场三人约会 可晚上回家的时候 林更新自己回家 何宇跟卢洋洋则是一块回家 还是让网友们磕到了真的 但是电视剧一共也就那么积极 剧情再美也终究是戏 是戏一旧也会不晚 也会有散场的那么一天 在不知不觉中 何宇与卢洋洋的社交平台上的互动 越来越少了 一丝分手了 仅仅为一块合作演对手戏 也有了真情流露的可能 两人对视的心动挑战 甜蜜度拉满 让网友感受到 这是在看一部练走 也许是两人也心生萌动 竟然也有了比较深度的话题 两人在节目里聊起了 各自与前任分手的原因 何宇询问 沈业为什么 何宇的睡衣视频 就误发在了 刘仙宁的社交平台上 值得一提的是 刘仙宁也是在 《无限超越班》中 与何宇合作认识的